农用铁牛车 23号早上 行经嘉义县北港大桥的时候 疑似是刹车不灵 撞上停放在路旁的车辆 更造成了一名骑士闪避不及受伤 还好骑士只有轻伤 而这起意外总共造成了六部轿车损毁 修车费用初步估计至少上百万 汽车车在路口停等红绿灯 后方突然冲出一辆农用铁牛车 不但往骑楼方向冲过去 还像骨牌一般撞毁一辆又一辆轿车 吓得机车骑士四处躲避 众人惊魂未定 23号早上夜行驾驶开着农用铁牛车 行经嘉义县六角乡北港大桥时 疑似刹车失灵横冲直撞下 不但撞毁六部轿车 还冲进路边档铺现场一片混乱 而且这起意外还造成一名女骑士 为了闪避凋落物而自摔 铁牛车刹车失灵撞毁的六部轿车 多辆车头车身严重扭曲变形 当中还包括一辆冰市车 算一算赔偿费用至少上百万元 代价可不少 记者蔡从吴嘉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